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惑片 有一位网友提问 周老师 你的幸福片音频里面提到 并且我在视频里也看到 曾世强教授也说过 一定要读《易经》 但是南淮锦老师 又劝诫人民一定不要轻易 去研究《易经》跟佛学 不适合的人会危害极大 我想让周老师去看一看 南淮锦老师的这段视频 同时给我们一个建议 不冲突 还是那句话 不冲突 你看到的是南淮锦老师 讲普通人不要去读《易经》 读不懂了会对你伤害极大 那你有没有看过 南淮锦的另外一段视频 哭着跟所有的粉丝们讲 我真的是担心 担心我害怕 我害怕咱们中国这么好的文化 它断代它传承不下去 我每次想到这个事 我就 就南淮锦老师就哭了 你有没有看过那段视频 对不对 就是为啥不让普通人读 因为读了你读不懂 读不懂你就走偏了 你就把它变成算卦的了 你知道吧 所以不让别人轻易读 但是当你修到一定境界以后 对不对 你已经踩到道的门槛了 你想成道 你想语道合 你只能研究道德经 你只能研究易经 你只能研究金刚经 你没有了 没有人类比这个经典更高了 那为啥能成为经典 对不对 所以不要去纠结这问题 你现在肯定不适合读 因为你能问这个问题 就触摸到你的思维境界还极低 你就别读了 你就天天唱周老师 太棒了那个歌 对啊 读周老师的书就行了 好吧 周老师请教一下 现在37岁 辞职出来三个月 想找自己的事 但是不知道做啥 工作怎么办 继续找吗 还是找工作先上班 按照什么顺序中 你看 这个同学就一定没有 把我的所有的课程 全部上完 对不对 你们知道当年的周老师 那个时候还没有 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 我只是在 这个一台电脑上 看到了傅爸爸的电子书 我就要找这个老师 你知道吗 我去图书馆 我去书店 结果我找到了 傅爸爸的四本书 全买回家 后来才发现 他还出了第五本 又买 后来就找到了 印这个傅爸爸书籍的 汤晓明的公司 我去他公司上课 后来就想方设法 找到罗伯特清奇 上他本人的课 你知道吧 我要跟这个老师学会 就把他说那种全学会 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想真的跟周老师学 对不对 我就把周老师网上的 所有我能学到的东西 全学完 你可以在 对吧 抖音 快手 喜马拉雅 把周老师 搜索周老师的名字 全学 全刷 你可以去淘宝 你可以去想方设法 找到周老师 来周老师公司上课 你知道吧 你如果上过我的课 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 对不对 我讲我的经历 讲得非常清晰 你买一本周老师的书 一门而生 任何东西都要有做计划 对不对 不做计划怎么能行呢 如果我是你 我根本不可能辞职出来 想创业 三个月还找不到事情干 对不对 我一定是已经 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才会辞职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或者说我辞职了以后 我一定会在七天之内 找到下一份工作 新华社给我出书的 那个编辑 看完我的自传以后 就说了一句话 四个字 马不停蹄 就是我做了26份工作 横跨12个行业 但是我找工作 中间从来没有相差过7天 就是我认为休息 是一件很可耻 是我没有资格休息 我要让我的爸妈 过上好生活 我要让我的爱人 过上好生活 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你肯定 现在不知道该干啥 先找份工作上班 证明你压根就没有 做好创业的准备 对不对 什么时候可以辞职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很多人跟我学博商 说周老师 我能不能全职赶 我说不能 他说为啥 我说你白天先上班 晚上做博商 一个月收入一两万块钱 对不对 做博商的时候 一个月都能收入 两三万三四万的时候 你再辞职 周老师是一个 步步为营的人 知道吗 好好学习吧 周老师 我现在负债好几万 每个月都要还 好几千的账单 然后我现在在上海工作 疫情没有任何收入 我很痛苦 你能给我指个名路吗 当然可以了 首先同学 一定要顶住 任何的痛苦 背后都是礼物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时间 好好跟周老师 学习学习呢 为什么不能做做博商呢 你现在在上海 真的做线下业务 一定会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做 线上的直播呢 你不受任何影响 只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打开通城 因为所有的上海 都在直播间 反而会变成一件好事 有可能会因为 你居家隔离 你火了 你知道吗 把坏事一转身 变成好事 你们知道周老师 跟你们有一个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就是你们认为不好的事 这里的不好 加个引号 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被打败了 打懵了 打得躺平了 抱怨 指责 痛苦 全来了 负面情绪 全翻上来了 但是我不是 就一见你们眼睛里不好 我还是那句话 不好 这里加个引号 的事 发生在了周老师身上 我会怎么做 我会非常兴奋的 告诉我自己 老天爷又来考验我了 凡事发生 必有其目的 并且一定有助于我 写出这件事 发生的十大好处 我瞬间把这件事 从坏事变成好事 我瞬间踩了这件事 让我的人生走得更高 就像那头毛驴的故事一样 那个泥土可以淹没我 同时也可以垫高我 你能听懂吗 我给你们举一个 真实的案例 这个2020年的时候 这个某群来了以后 我们不能开课 我那一年只开了两堂课 而且这两堂课 全是亏钱的课 赔钱的课 因为是我的财商导师班的交付课 我没有开一堂公开课 那一年 然后到了2021年 某群突然结束了 咱能开线下课了 我们的业绩真的翻了三番 你知道吗 翻了三番 结果到最后的 这个过年的那两个月又有了 我们就又挺客了 我们就觉得去年 一直反反复复 觉得肯定一个月 这疫情就过去了 一开年我们就好好干 我们还筹划了 对吧 今年业绩目标定的高高的 再翻两倍 就大家都做好准备了 你知道吗 结果今年过完年以后 谁都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开课 虽然现在有很多培训公司 已经开了 但是我没有开 为什么 第一不给国家添麻烦 第二输家战略 但凡有一例在你会场 我跟你讲 这家公司也就不在了 所以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那我要做好一年不开课的准备 看到现在这种形势 那怎么办呢 那我的业绩就会严重下滑 就是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 就一年我不开课 我告诉你啊 我今年的业绩 同比去年得下降80% 你告诉我可不可怕 对不对 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是好事 它一定让我突围 就因为不能开课了 所以我去了杭州 所以我去了北京 所以我去了海南 我给公司 未来十年 全部做好了布局 我建了中国很多很多的高人 我建了中国资本市场 一对顶级高人 那全是身价过百亿的 还有过千亿的 全部建了一遍 建了一遍以后 我马上就想到了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 有可能会把我们汇城集团 完全从一家线下的培训公司 应该算是 我们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 对不对 变成一家纯互联网公司 那就是即将 周老师将会推出 整个集团的拳头产品 叫做线上训练营的课程 而且更加时操 而且更加落地 如果说这个方案能走通以后 它根本就不影响我们 开不开课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是训练营 没关系 你就瞪着眼睛看就完事了 你可以去 汇城赛场公众号里面 听周老师的直播 对不对 反正就一句话 训练营的时代来临了 就这一个战略 就能让我公司 自己就再翻两倍 而且不开新加课 所以我永远会把坏事 变成好事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再抱怨了 对不对 抱怨没有用 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件事 都是好事 都是来成就你的 写出这件事 发生在你身上的十大好处 这件事 瞬间从坏事变成好事 老师 我老公都出轨了 怎么能叫好事呢 一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了你 这不是好事吗 对不对 你老公跟你在一起 你只有一个男人 当你老公离开你的时候 全天下的男人全是你的 你随便挑 对不对 一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了你 才能吸引一个爱你的人 走进你的生命当中 对不对 所以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唤醒你 替你的原本居住 所有发展在你身上的事 都是中性的 是没有意义的 是你赋予了那件事的意义 你认为那件事是好事 它就会向好的一面发展 你认为那件事是坏事 它就会向坏的那一面发展 为什么说 你的思维决定了结果呢 很多人的思维是消极的 所以任何事都会向坏的一面发展 而有些人像周老师这样的人 他的思维方式是积极的 任何事都会让我走得更高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